今天My Music來到京華酒店 要陪我們My Music的所有的粉絲朋友開房間的就是 楊淳麟 歡迎 大家好 My Music的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楊淳麟的第十一張專輯 叫做三十以後 其實這個三十以後這張專輯 其實一切都是來自於我經歷過三十歲之後的所有感覺 那我覺得三十歲是人生的一個小的分水嶺 到了這個年紀的前後階段 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斷捨離最好的時間 所以這個斷捨離就必須先把一些不需要的東西刪除 把一些其實你可能曾經有過 或者是你從來沒有過的東西拾起 當我不再能夠擁有你的傷 節日快樂就是我刻意去用的一個反差主題 其實節日快樂就是大家每一次到了節日 不管是過生日啊各種節或是跨年這些值得慶祝的時刻 其實大家都會互到節日快樂 重點是你有沒有靜下來去問自己 在這個節日的當下你快樂嗎 所以其實這首歌的內容講的東西其實反而是很孤獨很寂寞 其實是在講那個很很歡騰的那樣的氣氛之餘的 自己的靈魂深處的那一種不快樂的感覺 這一次最大的不同是算首次擔任音樂統籌 對還有專輯製作 製作人 節日快樂這首歌是跟陳其正合作的 你們是怎麼樣的這個邀歌的一個過程 我一開始先透過我的化妝師 請他去問他有沒有可能寫歌給其他歌手 然後後來呢 其正就很大方的就給了我他的電話 說有什麼直接跟他講 直接聊 今年初的時候我就問他說 你prefer我們出來見面 還是我用電話跟你講就好 或者是你想要看文字 他就說那就約出來吧 我為了他選了一家超文青的咖啡廳 他一直說他才不是什麼女神 然後那一天又好死不死 就是店家裡面都已經坐滿 所以我們是坐在門口的位置 滿寫的 就是一個很容易被偷拍的位置 一開始你坐下來 我就直接講我想要的東西 我講對於孤獨的感覺 然後講一講 我就講不下去我的聲音就在抖 然後我就哭出來了 我很ㄍㄧㄥ在哭這個部分 而且我是一個不輕易在別人面前掉淚 年熟人 何況我們第一次見面 然後他就說 你胖胖也弄哭了 我們兩個現在在幹嘛 其實我們在擦完眼淚以後 聊的是護膚 蛤 對我們 又回到狠女生了 狠女生 然後還有說什麼 他大概住在哪兒 以後沒事的時候就是我們可以 那他住哪兒 就真的是一個很特別的會面 真的很特別 這次跟他合作在錄音的時候 好像說有很多的唱法 很多很新的唱法 我必須要達到所有他給予我的指令 我一開始是用自己習慣的方式去唱他的歌 那因為他寫歌詞有屬於陳其珍的那種旋律的流動 然後他聽完以後 他可能就會跟我說要保留什麼 但他想要加一些什麼 他在每一段都加的東西都不一樣 可能某一段是舌頭要癱瘓的唱 舌頭癱瘓就是其實可能要這樣唱歌 他就要我去想像各種 各種很奇怪的五官上的變化 然後我就要一邊唱一邊想像 一唱完他就說太感人了 我說可是我剛剛都在想鼻子的事 重點是在整個歌配唱完之後 我在遇到另外一個製作人陳君豪 他是節日快樂的編曲 所以我在跟他對編曲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你知道齊珍沒有幫任何人配唱過嗎 我嚇到 我說他怎麼可能沒有幫別人配唱 他說沒有 你是第一個 他真的非常不像第一次配唱的人 他用了很多我從來沒有試過的方法 去表達這個孤獨的情感 所以我覺得很成功啦 就是在我身上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實驗 有機會讓粉絲們見到陳寗現場演唱嗎 其實這一次的活動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把握 12月15號的一個同樂 也算是新歌的一個發表 那希望大家可以來同樂 因為大家也等我發片等了三年多了 是 那終於有一個比較近距離接觸的機會 希望每個人都可以帶自己的專輯來參加 我們今天謝謝楊承玲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